嗨 大家好 又是我們 我們在這個地獄未盡 這個設定我們繼續 在地獄未盡之後 我們叫做有新玩 我們今天玩什麼呢 話說有新顯示卡 自然的螢幕也要升 我們前個星期介紹 一是電視之外 其實連遊戲也有新遊戲 在年初CES的時候 NVIDIA就說 我們舊的電競螢幕最多是280 或者是去到300 大家以為是未有盡的情況下 CES的時候就措手不及 就跟華碩公佈了第一隻 360Hz的電競螢幕 那就很幸運 今天那隻螢幕正式 來到我們手上 我們應該是全港第一間 拿到這隻螢幕的Media 這隻螢幕在CES的時候 阿蘭所說要出 一直都未出到自家 就突然之間就 復一聲就出來了 其實要配合三零系的顯示卡 因為另一個賣點 就是有三零系的顯示卡 有強調或者 自己的G聲 是可以支援到360Hz 所以我們就說 硬件有了 這隻螢幕就自然會出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螢幕的一些基本規格 還是我們直接給畫面大家看 大家會比較明顯 因為要直接給畫面大家看 那我們按到這個 NVIDIA的控制鏡頭 我們先跟我說 因為螢幕有XDR 但開了XDR 你們的鏡頭一定會超爆 超爆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設定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螢幕本身的Refresh Rate 已經是寫到360Hz了 那360Hz是甚麼概念呢 大概比未打過機的朋友 都有些錯誤 那正常的電視呢 或者 從前面去到前面 正常的摩瓦電視 看到的60Hz 即是包括大家的手機 60Hz 那60Hz 即是電話 一秒內 會看到60個畫面 那傳統電影 就會用24個畫面 來拍 大概是這樣 那 鏡頭數越高 大家看到畫面 就會越流暢 那在打槍遊戲來說 大家有時候會不斷地轉過鏡頭 會越來越猛 那你有時候會看畫面 看得不清的情況之下 那所以電競螢幕的其中一個特點 就是它有Refesh Rate會比較高 那 82Hz的產品 其實近年以來 已經不再停留於在螢幕上 大家可以看到 甚至是手機 或者是一些電視 都慢慢沿用高Hz的批評 那當然作為電競螢幕 它自然不可以玩一下輸市 其實這個數字 每年都更加飆升 是的 即是上個星期我們說 如果你買電視 可能你未必會買4K螢幕 但是如果你買電視 就可能 你要選4K螢幕 誰不知一個星期後 就告訴你 其實螢幕的規模 已經又再跳前了 很多很多 不過我們今次試這隻 就是360Hz 那再籠統一點 360Hz 簡單來說就是 你輸出的畫面 會可能給一些普通的網範 就是單體數字是6倍 即是上年是說 300是頂的情況下 今年就再跳一個數字 但我想問 譬如選擇螢幕 譬如說 現在它的Hz 就是掃描率 就去到360Hz 解像度 其實是否要按下 因為我們之前說 是4K120 如果電視就是 如果電視之前說 1080 120 就上年的電視都有 就不用等到今年 那螢幕如果去到360Hz 解像度 它不是4K360 是不會的 現在這個 1080 360 那應該 因為技術困難 其實 VA面板要做到高清 都有些難度 可能在升解像度 就會跌少許 這就是 換氣了解像度 直接拿到最大的 那就會是360Hz 那就會令大家 可能在一些 玩遊戲的時候 說 我不斷地轉鏡頭 其實我們可以 看畫面的字 或者細節 是不會 起格的 現在它的接觸 都是用回 DISPLAYPORT 1.4 專用 8KDISPLAYPORT 因為剛才 就試過 我們現在也是 拿DEP1.4 去入 才能出到這個設定 因為剛才 就試過 其實現在的螢幕 都只有HDMI 250 2.1 那隻就是一隻 38吋的大螢幕 不過那隻就未出 所以就算大家是拿HDMI入 最多都只不過是出到 120Hz 1080螢幕 10801200 對 10801200 那也是HDMI2.0 對 所以呢 我們就回到重點 除了支援360Hz以後 它還不可以開到智聲 智聲就是一些 磅畫面 一些功能 我們可以按一下 如果那隻螢幕 是不支援智聲的情況之下 或者我們可否轉一轉 轉一轉 轉一轉回去 大家可以見到 它直接是可以讓你 教位智聲 你要在 Fullscreen 還是開還是不開 那就自己可以選 那就不說多廢話 其實大家都想看 一些直接的遊戲畫面 那我們就轉了 這個APEX Legend去試 那因為 大家的畫面 其實手機只能出到60Hz 那我們都可以讓大家 看看畫面的右上角 左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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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方面 我們又發覺 原來這隻遊戲 鎖了是300Hz 是上下 甚至原來現在 有些遊戲 是本身 有些遊戲 會被你無限 射擊 寫死了 就被你之後的遊戲 可能 被你之後的硬件規格上升 的時候 都會 很方便 或者是 有些 它撞死了上下多少 例如這隻 如果上下是300Hz 即使你的螢幕是360Hz 它都是會出300Hz 我們就直接 都可能給大家入遊戲 看看 我們只能用口術 因為大家的畫面 只會見到是60Hz 對 對 現在就 我們拿一隻3080去試 畫質全部設定是最高的 在智星的情況之下 它在遊戲畫面 就會穩定 提供到300Hz 除非在內置的情況之下 即使它設定了 畫面也好 大家都是不覺得 畫面的畫面也很重要 現在就算有寫二百四 有時候可能是300 也好 其實感覺也是差 我就這麼說 我們 為什麼要用電競螢幕呢 最大原因是 因為我們左右看的時候 我們依然看得清 畫面會見到什麼 不過我們的讀者 你是在用60Hz 其實我們拍攝的鏡頭 都已經不一樣 因為是Facebook直播 Facebook直播最多是60Hz 60Hz 或者是YouTube 或者是30Hz 只能用口術去說 我們看到畫面是什麼 即是對比起以往的產品 大家可以顯示 很流暢 流暢那裡 甚至已經是比 二百四更加高 因為我們上一個規格 可能是二百四是通用的螢幕 但現在是二百四 我們直接跳到三百六十 我當你是三百 但都很明顯有分別 都很明顯有分別 即是你見他拿著槍的畫面 其實是跟你真人的頭 是在那裡靈異 而且你扭的時候 你手的手套 上面那個方向位 雖然背景是花得很重要 但那個方向位是沒有掉 因為我們正在說 為何我們特意要做這個高赫斯模型 可能是我們玩槍機 人員的時候 這樣 突然轉轉後面的情況之下 你都第一時間知道 後面有什麼 我們遙想 可能要 這裡有一個人 我射射射射射 我現在又要射回前面 我就要這樣看 射射射射射 那我又 原來後面有東西 那就可以快速地見到 即是公判新德其中一個好處 就可以告訴你 就可以 一眼就可以馬上知道 那個場景轉換之後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這隻遊戲鎖死了在300 那有沒有那些遊戲是高過300 OK 我們轉個 最傳統的槍遊戲來試 這隻螢幕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我趁他去找遊戲的時候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些基本規格的 等我 等我先 在基本規格上面 根據官方提供給我們的資料 我看看 除了刷新率是360Hz外 這隻螢幕是以24.5的比例 24.5吋的比例去出 你會說 剛才阿Law也有問過我 打機 會不會是大一點 會不會是大一點 其實我們打開槍遊戲 或者正面的遊戲來說 普遍絕大情況下 其實這個尺寸 我們就已經覺得夠了 一來就是說 看東西就會看得太夠 太大就會反而 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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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真的剛剛好 我們玩的 但是我現在要再搞 我現在見 就算你現在的Menu 這些比較定的畫面 但是感覺上其實都 整個畫面好像貼頭一樣 是定了在那裡 等等我 我找回怎樣設定 那個Filmway 是高下 先看看 等等我先 這隻螢幕我剛才看 就是除了用來打機 它也是有些可以扭回垂直 這些這樣的角度 除了打機之後 我看實際工作上 都有一些幫助 因為現在這隻遊戲 就有一點點試過 我們就設定不到更加高的Filmway 那就 是咯 未必試過 因為不知道為甚麼 就鎖了 反過來 我們以為沒有鎖 那隻遊戲鎖了 鎖住了 因為這隻遊戲未更新 不會不會 不關事 剛才試過 剛才試過 就是有時候有一點點試過 對 那就 又是咯 介紹一些虛假的遊戲 其實都只能用口術 即使上去都只能用口術 如果你說我們要怎樣才知道 它的360test是否假的 我們有個用開的網站 我們叫這個 UFO Test 我也不知道UFO Test是否吃到 因為這隻是世界上第一隻360test的網 很重要的 這個點 那這邊就有個問題 到底它形容得到呢 你看它開始翻譯了 很定 可能大家在你們的畫面上面不說 我在現場看第一行360fps那一行 是完全不閃的 因為大家的鏡頭 都能看得到60 所以跟我們 大家會看到三行沒有什麼分別的 上、中、下三行都是一樣的 但我們看下去 第一行是相當移動的 是的 即是在我們眼中 我們看見 其實我們頂那一行的UFO 好像是一夜晚 是沒有蒙的 那公仔 沒有蒙的 是你的 即180開始就會慢慢蒙 90就會是 如此類推 跌下去 那就告訴大家 360fps其中一個打優勢 在這裡 如果你會說 除了打機會有好處 之後 有沒有一些工作上有好處 其實我相信看影片也會有幫助 看影片現在大多數都是60fps 我們剛才拿一個直接的例子 那文書用家會說 360fps有沒有什麼大幫助 我們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因為這裡我們都只能用口實的 要拍一拍 最大分別就是 當大家去滾一些滾滑花的時候 我們這裡是可以明顯清晰 看到所有字的 我們不斷地滾 我們在滾滾的時候 那些字是沒有的 如果大家在用平時60fps那些螢幕 其實是難以看到 那些字是怎樣 一邊滾滾一邊看到這些字 一邊拉下去的時候 大家可以清晰看到你 到底飛過什麼字 即是我做Excel 那麼掃 Excel 怎樣也有用 這件事可能 眼花滾過某些位置 不知道 到最後 最後我們不如講一講 這隻螢幕有沒有什麼特殊 第一它是支援HDR10 HDR10 HDR10 1,000 1,000 1,000不是這隻 1,000不是這隻 1,000是因為我 有另一隻滾滾 是1,000所以說出來 對 那麼光度是去到400CDM 它輸入方面 它就有一個2.0 一個1.4 只有兩個輸入而已 那麼可能會比較少一點 但是 如果你是平時打算用來一個PC 一個用來打交換機的話 那麼我覺得都尚算足夠 畢竟它本身的定位 就是一個競技向的螢幕 你不可能肯定說 我又要加很多東西要貪心 那麼 那面板那方面 就用了刷新的比較高的TN面板 那麼 色水那方面可能會比不上IPS面板 那麼 這個就是電競螢幕的通用問題 那麼有些廠就用了不同的方法去解決 不過你要執著要最快的情況之下 那所以會 有些犧牲 對 有些取捨 那麼在其餘的那些規格方面 它還有什麼呢 那刷新率那裡就是360Hz 那麼反應時間呢 它就是去到這個1MSG2G 那麼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它技術那方面用了一些新的技術 那麼它其實我們後面不斷廣的那條TN面板 都在那裡提過一些 那麼在另外一方面就說 喂 大家害怕 因為以往呢 刷新的越高的電競屏幕 或者電競產品剛剛出的時候呢 都會有一個熱度的問題 那麼正如剛才說阿羅問 為什麼這隻螢幕可能會選擇24吋 不是出一些更大的寸數呢 那麼你一個是考慮到一些硬件的熱度問題 那麼這隻螢幕24.5吋 它已經是說 其實是已經有做一個大型的散熱器在裡面的了 就是已經是這麼小隻螢幕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有一大部分是用來放它的散熱器來應付這個巨大的刷新率 所以這部機我剛才看過實物其實後面都有點移厚度的 是的 我們現在可以另一個零給大家看 因為到單視影視度會差不多 那麼它這隻螢幕有什麼特別呢 就有基本的這個升高低 嗯 先穿了下跌 是的 然後是可以單動做一些直向螢幕 可能是用於一些文書工作之類 直到還可以左右扭 是的 那它的可能性都十分之大 那我們之後去一下後面 那後面呢 未必個人用得到的 因為大家在家裡擺機的配置 那背後呢 其實是有這個華石的信仰之眼的燈 那我未必個人適合這口 不然我也循例上講一講 那它的燈是可以自己的顏色 或者去插回 它這裏有一條線 我不知道那條條 是不是叫Jet頭 好像屋仔那條線 如果有一個電腦 如果有一個電腦 不是不是 有一個電腦 我那個電腦 是 Jet頭 不是不是 它有一個專用口 是放回電腦 那就可以 它那個RG4R 是先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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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Mini Jack 是的 這個Mini Jack 就可以用來 這個螢幕 加回到PC 然後就可以跟其他華石 準備去進行這個燈 燈光同步 那就可以增加 是很滿足的 不過就跟平時這個Shakery的螢幕不同 平時就會 簡撐高直腳 去擺個信仰燈 不過這隻螢幕就沒有這個信仰燈 而是一隻 就分之穩健的 這個三腳架 那麼就 望花巧 但是在我心目中都覺得想之夠用它 是的 那這隻螢幕的基本介紹 就到了這裏 大家都可以看螢幕 中間就定價是這個 七八九十九美金 但是香港的價錢 就是 原備加多個零 有十算 十算 那就是七千九百九十九港元 就是香港的電競產品全部玩十算 是的 因為我每一換邊 對 這個就是介面 介面就跟平時ROG螢幕的介面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第一版 會有一些 HOME BOD 是軟件 不遲 遊戲百分之就是一些遊戲功能 基本上就是一些計時 一些瞄準燈 一些計算FVS的工具 大多數其實就 可以用軟件取代的 不過你想懶不加入一些軟件 你也可以直接用螢幕去 提供這些功能給你 那 設定方面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開HDR 可能會有很多功能 你看到HDR按的時候很多功能都鎖死了 如果你想做一些仔細的條線就記得關掉它 可以調校色 色分 我們現在按不到給大家看 因為實際畫面是畫面最低的 可以去到1萬K都有 1萬K很藍 藍到黃 其實你看到的 你仔細看一看這裡 按4千 整個霸色會變得更多 對 燈已經變了橙色 這個位置經常變了橙色 按慢就很難 但平常6500就可以了 就是input 大家可以看到兩個 其實就是Display Photo HDMI 以及你遇到input的時候會自己轉 不過暫時就未見會不會有平時的Game Mode 這個就沒有 平時有些電競螢幕可能說 我不懂教怎麼辦呢 通常都會有一些內建的懶人模式 但這部反而是沒有的 可能有些專業的玩家 你自己懂得教的 那就 他應該是沒有的 有一個save 比如save 1234 有不同Game的設定 可以預早調好 對 也有些雷藍光的基本功能 不過因為剛才我講 我們開了HDR 是鎖死了 可能開HDR的情況下 我們的功能會比較少 你按下鍵 其實旁邊他都會跟你說 我想按下某些東西 他會直接幫你跳過那間 這些都是偏快捷的功能 作為一隻電競螢幕來說 他操作未算特別複雜 價錢就7999 電競向玩家當然是對用 但是大家前提的要考慮就是 你會不會是一個買了 你會不會是買了30系列的顯示卡 如果不是買30系列的顯示卡 那其實是對應不到 360 或者是你這張卡 其實是難以去跑到這個save 其他就是 因為他360其實只會在PC上面用到 那如果你是說 你未來會是走這個遊戲機大小 那其實就反而就不太適合用 也是820 如果大家想完美地用盡 我會幫你把30系列的卡 這隻螢幕都可以下載 好了 那今天呢 其實我們除了新鮮熱 收到這隻螢幕 阿朗敏眼就回來 哇 這東西到了 馬上開箱 我都收到另外幾個箱 大家看到了 有幾個好像鞋盒的東西 是 是的 那這個呢 就是今天收到的 一個 我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 那其實就 如果你看這個包裝呢 你會看到很低調地 就有這個 這個 就是 之前 是網上新聞 都有說過 就是 EcEA跟Sono 其實有效 因為最近 EcEA其實都跟很多 不同的品牌 合作 有些是 設計師的 一些 有些是 不同品牌的 電器 甚至乎最近也有和華石合作 宣佈了和ROG合作做一些IKEA的電競產品 當然那個就要明年才有產品出 這個SOLO合作的智能喇叭產品 已經結合了智能喇叭 因為SOLO只是做智能喇叭 它不做普通喇叭 還要智能得很智能 其實大家最初聽到的合作就是 和我第一次看到華石合作的感覺一樣 我不管那個產品是什麼 第一件事會不會便宜了 因為SOLO的喇叭本身屬於一個比較 不算很貴 但都是偏高價錢的一個喇叭產品 如果合作了之後會不會很便宜呢 隱身其實我們好像上個禮拜見ROG出了一個新聞稿 就是說和IKEA合作之後 第一個感覺就是 會不會有些便宜一點的信仰資 賣賣 動一點都十算 動一點都七九九 都比較昂貴 會不會到時候有些便宜很多 或者便宜幾袋 幹價的同餐等 所以這個喇叭我今早收到其實都很有興趣 到底 首先便宜了多少 我就一直追求價錢 第二便宜了之餘 質素或者是合作上面有沒有一些新的火花呢 所以現在就和大家開箱看看 這個就是黑色的 旁邊的黑色 你這個黑色 我這個白色 這個是什麼喇叭來的呢 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desktop的speaker 我先說說包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Solo的喇叭 其實Solo的喇叭那個packing 那個有些特色的 可不可以轉一轉 是的 它的特色就是 整個喇叭的包裝盒 是不會有一件發布膠 或者一件塑膠的 所有包裝上的東西 當然你不要看我的電線 你一定是膠 你不要說 但是包裝盒上面 所有東西都是resign gold paper 但是這一個呢 你看到它的包裝盒 都是秉承回這個recycle paper的設計 但是 但是 而且這個呢 是雞蛋盒的設計 即是雞蛋盒的recycle paper 但是如果你是買回原裝Solo那些 是很精美的recycle paper 鏡頭是滑的 原裝那個其實有些好像Apple那些產品的 如果你有玩過Apple iPhone iPad那些盒 或者MacBook那些盒 很滑身的 但是這個是雞蛋盒 即是純粹一點的雞蛋盒 都秉承回那個風格 就是全紙的 好 裡面就很簡單 膠袋都沒有的了 那就用一個很簡單 紙套的東西 封面的喇叭 讓它不會白花 是說明書 兩邊都是一樣的 應該是 那我這隻就不拆不拆 還是兩隻都很拆不拆 都拆出來 好 接著就見到一個 本體了 這個本體就是 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 desktop的喇叭 其他的配件很簡單 一條電腦 白色就跟回白色 好 接著就有一條電線 我保持在手裡 因為我想跟我說 有個有趣的 就是黑色的 黑色的 黑色的 就是白色的 這些細節都可以看到 反而solo自己的產品 不一定跟到這麼細節 他試過 譬如我手上有支solo的邊 有支synbar 它都是白色的 但是是黑色的 全部都是黑色的 不是 那個10是 白色的 都可以跟白色的 就是10是跟 Solo1都是配色的 Solo1是配白色的 就是有些美術設計 就未必跟不足 是的 但它已經是這條線 漂亮的 雖然頭部是普通的 但是這條線身 它是不織布電線 它是不織布電線 這個原裝solo都沒有 原裝solo是膠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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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是不織布線 我覺得可以的 就是有些細節 讓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玩開電競波特 有時候都會說 K島是不織布線 其一就是它的內容性 比較高 就是望而屈欄 而來就有些誠意 就是不是隨便 OEM修圖內的 所以都OK 即是它到後面都分不到 這條線線 而且它是用一個 八前腳那邊 是用R頭的 為什麼會用R頭 就是看這個喇叭後面 好了 可以 zoom 這樣看 這樣看 你用R頭 插進去 那這個 你就完全摸平了 平了 那它要用一條線 你要走坏 你可以這樣走 這樣走坏 或者下面走坏 那變成了 為什麼它會這樣走坏 因為其實官方 會有一些掛牆的 一些 accessory 即一些T字架 如果將來你買了T字架 你打算掛牆 那基本上它就可以貼了 整個牆 就不要一直掀出來 那當然你可以坐桌 你可以打橫擺 或者打直擺 這個就是SOLO的喇叭 那有些人就覺得 這對喇叭的樣子好像都很普通風 因為其實不要說像Ecare 我覺得甚至乎有些像無印 那就是 喇叭網 打開的 你看到就 普通 就是不要說很漂亮 就是一個音箱 那它是有這個高音和這個中低音 那中低音就 那為什麼會特別講這個喇叭呢 原因就是 其實大家很關心 就是究竟說這麼多話 那價錢 這個呢 今天就試了 好 好 可不可以去到官方網站 是 我們在開啟 香港呢 就 未定價的 希望下個星期會有價 那 就說了 這個是 美國的價錢 好了 剛才說這兩對喇叭 美國就做著 黃色這補 那就是 特價的 99元美金 換算就是 七八八十元 我相信 我相信 IKEA的東西 就很少十算 是的 那應該就是 跟得及到 應該就是 七八八十元 我猜最多 八八十元 左右 那就可以買到這個 desktop的喇叭 但是 這個喇叭 我覺得 未必 有什麼好處呢 我覺得這個喇叭 當然它比較 擺放上面 對 最主要 我覺得 這次都 跟 已經借一堆黑白髓 想開箱給大家看 顏色之外 其實我都會試它配合 因為我們公司自己會有Solo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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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這兩隻 就可以做到一個 家庭影院的後置喇叭 那 那 因為我本來買 如果我買Solo 做後置喇叭 就是買回原裝Solo 的小的喇叭 仔做喇叭 就1500元 1500元 一隻 那就是3000元 那如果我買這個做後置 就便宜了一折 那 還有後置 我也都未必 要買到原裝那隻 那 所以這個 試一試 就是 如果你用Solo 不妨 可以 想想一下 還有 除了做後置喇叭之外 其實你想 擺在 打橫 擺在桌面 或者擺 擺在 不同的地方 因為Solo的喇叭 基本上你駁了電 就 OK的 那你就 所有東西都是 全WiFi 去行 那 你可以擺在其他地方 另外一個推介 就是這一隻 剛才這個音質有沒有試過 這個 剛才我穿了一個 上彎山線 那 就 可以了 音場 做上彎山音場 是輔助的 這個我稍後可以講 因為有些設定的東西 就可以和大家分享 那 反而 這個氣肉 如果你和IKEA合作 沒有理由不做家品 是不是 沒有理由出一個 正正方方的喇叭 這一個呢 就是一個 喇叭燈 床頭燈 床頭燈 或者叫茶几的 桌燈 那就是 下面這部分呢 就是一個Solo的喇叭 上面呢 就有燈 那這個燈呢 其實裡面呢 就是一個E24的省電膽位來的 你可以扭回不同的E24的燈膽 那如果你是用EKEA 它自己有一隻叫做智能燈膽的呢 你就可以配合它的遙控器 當然它的遙控器是另外給錢買的 那就可以調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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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用遙控器 但是呢 好笑的 雖然說是一件合作的產品 其實這個產品 上一節呢 是EKEA的燈膽 就是你買的遙控器 就只控制它的燈膽 控制不到大小聲的 那又控制大小聲呢 大小聲呢 就要用Solo的Solo App去做 所以就 雖然是合體 但是呢 仍然是分離的 操作都是用分離的 但是 就是共通的地方 只不過大家都是 同一個供電去啟動 對 同一個供電 都OK的 就是放在桌子上 是啦 那它這個按鈕呢 它旁邊就有個按鈕 這裡有個按鈕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開關按鈕 沒有東西的了 穿不穿而已 那你不要想著 我是不是可以調校光暗 不可以調校 你要調校就要買個容器 那前面這裡就有幾個按鈕 就是大小聲 還有play 和播歌和暫停 這樣的功能而已 那其他的設定呢 就跟Solo的喇叭一樣的了 什麼都沒有就只有一個電腦 是 那如果你那個地方 那個Wi-Fi接收得不好的 你可以插回電腦 或者你做一些設定的東西 我連Wi-Fi都設不到 但是我又要設定 那部機器的時候 你就插回電腦 夠命用的 我整天覺得這個就是電腦 是這麼多 但是配合了出來 就挺好玩的 那價錢是多少 這個呢 剛才你看回美國的官網 就是189 那就是1500元 1600元左右 它也是有分黑色白色 是的 有分黑色白色 但是黑色都ok 因為它那個網 其實是做得好像灰灰的色 我覺得這個呢 你可以擺床頭燈加 床頭喇叭 其實如果你有時 家裡是 說你沙發左右兩邊 都是有個塗機仔 甚至乎你可以 買兩隻這間燈 就做了一個家庭影院後置的燈 那麼 擺在那裡像燈 不像磚燈 擺了兩塊東西出來 這麼大 那麼就容易拿批紋的 我相信 他容易拿批紋 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晚上 開了一盞燈 塗住我那個睡覺呢 那你就要那個遙控器 調光暗 就是不小心買那盞燈 只會有喇叭功能 哎呀 是啊 好 那麼 可以去一下 可以去一下我2號燈 好嗎 是的 好 我們在這裡設定一些東西 好 其實所有Solo產品都是這樣的 包括這個 這兩對喇叭 IKEA合作的喇叭都好 基本上是完全一個Solo system的系統來的 所以你可以當作一個原裝Solo喇叭去用 那你就會安裝這個Solo App Solo App 如果大家有用Solo喇叭 就一定要安裝 因為你不安裝是沒有辦法去啟動那個喇叭的 那你安裝了之後呢 你會配合回去 配合之後 譬如我現在在一個廳那裡 那因為我那兩個小的 我沒有拆電 其實就是打了兩個喇叭 那但是其實呢 你就會見到它是可以加到去做Sorran Sun 還有Sorran Sun裡面呢 你就可以呢 好像以往我們呢 去調教那個 度聲 因為Solo App 你可以用那個iPhone 好像影音產品那樣 影音產品就是獨立 有一支收音咪 去幫你度聲 去調整整個音場 Sorran Sun的音場 那Solo呢 就是用那個手機的app 去做這個度聲的 那而Solo App的度聲呢 你要留意就是 其實它對那個聲音的敏感度呢 是很高的 有一些雜音 甚至乎我們這間房間 開了冷氣機 而冷氣機比較吵的時候呢 其實都有機會過不了的 那所以你有機會是要 沒有人了 家裡很安靜 關掉冷氣機 要有感覺 即是多少 單一隻喇叭都可以量度 就量度高低頻的比例 因為它會計算你聽的地方 會不會有很多殘響去調節 那麼多人不做 因為做一個都挺長的時間 大家可以播放一點讓大家聽聽聲音 10秒之外 我看看能不能控制到10秒之外 這個聲音比我想像中大聲的 還有大聲的 當然你是一隻喇叭 你不可以跟兩隻喇叭立體聲比 如果有一隻喇叭 我收貨的 如果你在床頭的喇叭 高低音其實是很棒的 剛才那段我們沒有人聲 剛才我在外面也聽到 有人聲的情況之下 都不太差的 在一隻 如果千多元有盞燈 是值得玩的 除了盞燈要再賣援控器之後 眼燈那裡就算了 那個勇氣很便宜 但是如果一千多元一個solo喇叭 有盞燈 我覺得是超值的 我覺得 現在solo可以吃到什麼 的存入銀行 solo add 內置 大家常用的mover 那些就沒有了 如果它內置 轉一轉鏡給你看看 是的 你轉一轉鏡給你看看 我都沒有問 是的 如果在香港用到的 都是Title 最歡迎 主要 如果你要聽歌 都是Title 當然 如果你是用回 你自己的Player 可以用AirPlay 那它就會全面 送回Solo 都可以聽的 避似於沒有的 但是當然 交換了就最方便了 這樣 這個也很快跟大家分享 香港2K是未有賣的 你不要想著 現在看完我們趕完 就直接衝去賣 沒有的 下個星期應該就有正式發佈 我現在就先偷雞 偷布出線 那它下個星期才會 提出香港的銷售 的情況 那大家可以留意著 我們一收到 正式香港的價錢 和發售公佈 然後就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下個星期 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下個星期 可以告訴大家 OK的 就是1000多元 這個 我覺得 單是吸引過這個 這個就比較普通 就是這個正方的這個 我買來做後資 或者我不是很介意 這個樣子的 這個就是700多元 800元 你想想你買一個 什麼的喇叭 就是外面其實藍牙喇叭 好少少的 都未必得這個價錢 那些電競喇叭 可能都不得這個價錢 不是電競喇叭 是因為一些燈 是的 那你可以買一隻 或者買一對 買一對 你就可以 CARE 做的立體聲 這個可以你自己 經常去CARE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作為一件家居的用品 連上一支燈 就無論實用性 又或者是視覺的享受 都吸引一點 好了 那我試完這裡 明天我們還有沒有 聽聽 先休息一會 是的 之後 之後 有 這個Super Mario 新浪費直播 晚上十點 是的 我們做一做 試一試 再跟大家分享 好了 如果大家想看 PCM的Gadget Live 可以留言我們的Facebook 以及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亦都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亦都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亦都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或者在我們網站那裏 我們有個分類 就知道 其實有那一集標題 如果大家想逐一集 看回那裏 看回那裏 就更方便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這裏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